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停止手术 不然就报警 可是老崔没有理会 并将店长残忍杀害 回去接着做手术 因心理变态 顾客和员工都遇害了 另一位员工发现老崔杀人的事件并报了警 另一方面 那个小帅哥联系不到小美 并来到老崔豪宅找人 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就跟着找了过去 不料在地下室发现了被捆绑的小美 并救出了小美 此时警察已经开始追捕老崔 豪宅和医院都被封锁 为了继续复仇 老崔很快地来到了医院 并将正在输血的小美 输液馆中打入了谋药 让小美不能说话 此时小帅哥赶来 看着不能说话的小美心急如焚 忽略了后边的老崔 老崔一根针将帅哥撂倒 并将小美毁容 自己仇也报了 心愿也了了 却没有那么开心 为了躲过追捕来到了一家整形医院 将自己整形成了乞丐的样子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好了 每日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